1. 转腰运动 1. 转腰运动 1. 转腰运动 保持15秒 身体粘质 高血压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高发病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 平时除了吃药 还可以拿试一试中医的血位按摩法 下面就给大家推荐两个可以叫血压的血位 1.阳心血 阳心血在腕关节饶色 取血时将大拇指翘起 拇指下面出现两条筋 在两筋中间的凹陷处就是 这个地方也是血压的反应区 按摩的时候可以用拇指按摩 按摩5分钟就行 两个手交替按摩 每天早晚各一次 经常按摩这个血位 不仅可以降血压 还能增强血管壁弹性 改善脑部的供血 预防重工的发生 2.血压反射区 血压反射区在手掌 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来的这个位置 按摩时用拇指和食指 拿捏这个反射区3-5分钟 以赶到酸麻为宜 长按这个地方可以有效的缓解 高血压所引起的头晕 呕吐等症状 高血压按摩血位的治疗是有限的 平时生活中还应该要注意 适量的运动 饮食要合理 精神保持愉快 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服用药物 来平为血压 老年痴呆症啊 常发于50岁以后 而且研究发现啊 血管性痴呆占大多数 那么应该如何预防老年痴呆呢 除了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外啊 我们还可以通过呢 按摩血位来促进脑血循环 预防老年痴呆 一 按摩百慧血 百慧在我们头部顶端 就是两个耳尖连线 与发际线正中的连线处 百慧血与脑密切相关 是调节大脑功能的主要血位 按摩时可以用食指按揉 每次按压一分钟左右即可 百慧血有许多的神经纤维分支 经常按摩可以刺激它们 从而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心脏功能 有效的预防和控制老年痴呆 二 按摩印堂血 印堂血在两个眉头连线的终点处 按摩这个血位也是用食指按揉 每天按揉三到五分钟 印堂血归属于肚脉 有青头明目的功效 而且经常按揉还能改善脑血循环 活化大脑的细胞 起到增强记忆力的作用 可以有效的帮助预防老年痴呆症 这两个血位 只要长期坚持就能够达到很好的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 让我们到老了还能够思维清晰 反应敏捷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腰肌老损和腰椎肩盘突出的人 都会出现腰背酸痛 浑身无力等症状 就一定的相似性 但是两者也有不同之处 那么应该怎么区分和改善呢 腰椎肩盘突出一般发生在20到40岁之间 一般男性偏多 劳动力较大或者是长期服安工作和长期站立的人比较多见 而出现腰痛大多表现为隐隐作痛 有时呢还伴有臀部疼痛 腰肌老损则是重体力劳动的人急性腰扭伤 没有及时的治疗和处理 从而引起腰肌老损 那腰肌老损表现为腰部酸痛和胀痛 而部分地方会有刺痛和灼痛感 会随着天气变化疼痛加重 那么有腰肌老损的人 可以通过简单的动作来增强腰肌的力量 减少腰肌损伤 可以啊像这样做一下小叶飞 俯卧把两个手放在身体两边 两条腿要伸直 然后把头胳膊和腿慢慢的抬起 保持一定的时间 然后回到原位反复做30次 还可以啊像这样做腹卧挺腹 仰卧 然后呢双腿弯曲 像拱桥一样将臀部向上抬起 双手环抱在胸前 保持这个姿势几秒 然后回到原位 也是呢反复做30次 那这两个小动作要坚持做 不能操之过急 只要长期坚持就会有所改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